中共官方最新通報 河南省17日一天 新增上百個本土確診病例 主要集中在安陽市 截至18日下午4時 安陽已經發佈199名感染者的流調資料 其中159人 是河南湯陰縣育財學校的師生 不過當地居民告訴本台記者 學校感染人數有250多人 全部師生已經拉走旁邊 主要路口基本都封住了 安陽市8日封城後 連日來管控區範圍不斷擴大 核酸檢測的次數也更加頻繁 我們都做了9次之後 明年開始就是1200次 2013次開始增壓了 面積比較廣 13日廣東中山市坦州鎮發生疫情 民眾翻牆走小路逃往鄰近的珠海 但是14日 珠海也發生疫情 當地長途客運已經全部停運 18日 珠海市南平鎮 再通報本土病例 其中有2名10歲的小學生 還有1名1歲的兒童 隨著中山、珠海、深圳、梅州 四座城市 相繼出現Omicron變異株 廣東省疫情防控拉警暴 竭陽等地級市 發出緊急通知 提倡就地過年